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事威胁 认知作战 网络假讯息 企图要不占夺台 其中点出乎中共武力犯台最可能的三种进程 先使用交通封锁 利用飞弹攻击 拖延友军持援 进而登陆进犯 国防专家分析友军协方式相当重要 那这个菲律宾以北其实就联动到 美日安保条约里面的第六条 也就是所谓的日本跟美国 可能会协防区域支持菲律宾以北的这个区块 国防报告书揭露 中共海空机舰活动范围 已经到菲律宾以北 军事冲突牵动美日安保条约 实际上我国海军的海龙号潜舰 曾经参与南沙定期征询战术对抗操演 证实我国在南海定期演练 跟台湾发生全面的冲突 那当然一定要把我们封锁起来 让我们没有外援嘛 派部队占领嘛 那当然就要登陆 至于说外岛部分来讲 当然都是一个威胁 或者是希望把我们逼上谈判桌 我们要把所有的可能的状况 都要想到 然后我们的国军建军备战来讲 都要去朝这些方面去努力 路透社日前报导 两岸开战其中一种是相互空袭 我国基础建设和军队被破坏 美国和盟友将会前来协防 避免台湾被攻阵 而国军只能强化作战能力 在不对称的战力上延伸防卫空间 三线成军姐马雀魂 台北报道